这照片干啥 作秀啊 不是作秀 这也不是我系里的学生 也不是我学院的学生 是外系的学生 外学院的学生 搞活动 一个电话 郑老师我们喜爱你来参加 我不是在这儿作秀 我今天你们讲 你们不要以为教授 教授算什么 这么多大博岛扫地 你有什么不得了 多入流氓 在我那儿 博士生导师给我倒水 什么呢 我学生都是博岛了 有什么好讲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在学生面前这样呢 我就是要举一杆旗帜 爱生的旗帜 就在座的各位 大牌教授也好 什么教授也好 真的我们闷心自问 我们是吃什么饭呢 不是学生求我们的 要没有学生 我们怎么能够称为教授啊 所以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开医院病人是上帝 办大学 学生是上帝 我跟大家讲 我在泽大六年当选了以后 还是产生那些不舒服的事情的 我们同龄的一批哥们就不太高兴了 就说这小子他为什么每一次都能高票当选 肯定搞了名堂 你说一下他们没有表扬我 一般大学里说学问做的好是最好的 刚才你们领导也介绍了 我在中国除了院士以外 我就是顶级教授 我在泽大在全国都可以说这个话 那么要说学问做的可以吧 刚校长稍微会吧 我们泽大生教授 五年有十篇到二十篇SCI 再加上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二三四万国家级项目的经费 就有这个条件 神了 那么郑强同志 现在每年 去年的科研经费多少了 去年我拿两千三百万 这是我们校报 丹小长校报灯的照片 就郑强同志跟女同学拥抱的照片 我跟你讲 我看了这就吓了一大跳 这怎么能灯呢 开玩笑 我在责大家活不活了 那个记者讲郑强师你放心 我处理了一下 旁边十三个排队的女同学 我把她剪掉了 我告诉大家 我根本不怕这个女同学 女同学没关系 老师跟学生之间自然的 自然的 问题是什么 这个照片灯了以后 我才知道她没办法活 你们注意一下 旁边那位中年男子教授的目光 你们看她那个羡慕 那个嫉妒 所以我们全面的表述 校长应该是讲 要让那些上课上的好的教授上课 因为近二十年来 中国很多大学在提升教授的时候 我说实话是没有怎么考察他们上课的 都是重科研的 看项目的 看SCI的 我希望我们九江学院 别去跟北大清华复旦比 也别给那个南昌大学比 用不着给他比 我今天不乱夸 我说假如我们九江学院 今后申教授 是把这个老师给同学们上课上的多不多 上的好不好 作为申教授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的话 那我就多来几堂 所以这个责大我也不能说一百年出一个 这三条 郑强同志都具备点 特别是都通本领 你们看一看 我就告诉大家 你在平时的点滴当中 你到底对学生怎样 学生是很清楚的 我特别要讲一讲 这个爱生之心 是我们现在大学很需要 很需要 好有了这两条够不够 我说还有一条 要有沟通的本领 述我直言校长 这些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强调教授上课 全国都在鼓励 要让教授为同学们上课 这句话表面上是对的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同学们 这句话你们要注意 不全面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看到这句话 它成不成立的一个基础 那就是你们要提出来 校长提升教授的时候 要考察他 为你们上课没有 这个课上的 是不是你们认同 你说这两个条件加进去 身上的教授 才是好教授 然后我就去找校长 我说什么呢 我说校长 孩子犯了错误 是不对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 剥夺了孩子 在学术上成才的机会和通道 就毁了孩子 我说我们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 比如说他做做义工 他做做义务劳动 一年以后我们考察一下 能不能得到认同 校长觉得我做的不错 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给了我一点惩罚 说郑强 你是不是要救这女孩 你是不是准备现身 干啥呢 叫我把旁边的两瓶茅台 喝两大碗 我这时候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为了这女孩 就喝了两大碗 朋友们我告诉你 回到办公室我晕倒了 等我醒过来 十几个同学围着我哭 说郑教授为了这女孩 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同学们就喜欢 我刚才已经讲了 浙江大学有二十几个院子 长江洁青加起来不下一百 双腔都有的 我估计是二十五个以上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选上 或者选的次数没有 郑老师多呢 所以我又要讲 真才实学是学生喜爱里的 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的 弄得不好啊 学识越高 让孩子们越有敬畏之感 敬畏不等于亲近 也不等于敬爱 所以我想第二条更重要 就是要爱身之心 这也是恰恰中国当代大学最缺乏的 我没有什么优点 我可能就是花的心比他们多 我怎么做的 同学们 我给校长汇报两点 第一就是真正的爱学生 像父亲一样爱 我在浙大做的最多的 校长就是拯救那些 要被开除 要被拯 要被开除 要被处分的同学 尽可能的不开除 尽可能的不处分 中国人说 言多必实这句话 对也不对 就是扼杀了我们孩子的天性 但是是一种谋略 太有谋略了 因为一张嘴就暴露一个人 优点也好 缺点也好 只要一张嘴就暴露 所以教大家言多必实 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保护你的弱点 这句话是不对的 我今天告诉大家 实际上讲话是最要一个人 要有本事的 因为如果你说 你要有本事讲出真理来 不容易 我今天讲 学生啊 现在的孩子啊 有一百个缺点 但他们有一个优点 他们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对他们成长有利 我们浙江大学的同学 特别欣赏有学术才华的老师 这是真的 你要搞定 你说你平嘴巴 你拉倒吧 他不听你的 所以真才实学 太重要 但是我在讲 大牌教授又怎么了 所以我今天这个报告 校长我是感谢了 他是教育家 他可以不来听 但是校长特别 难管的那些大牌教授 到哪去了 他们今天晚上该来听 我来帮你教育教育 这是李小萌同志对我的采访 东方时空 在那个六七八年前 中国的门副网站 收服新浪 所以我比较低调 你们不太知道 所有的首页上都是标语 中国人民的希望 郑强教授 不骗你们 不骗你们 我高校变味了 我特别要讲 越著名的中国大学 在某种程度上 是更对不起中国的学生的 高考1977 在浙江省的首映 是我是作为主嘉宾致辞的 我讲完话以后 结果就是这样 孙海英他们几个主演 把所有的鲜花都献给了我 为什么 说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大学校长 讲得如此之好 如此的诠释了 这部片子的意义 这部片子本来是 接我们民族伤痛的 我想在座的校长 可能跟我一样 都是打倒社人帮以后 读的大学 或者你们比我更早一点 但找不到哪去 我是七八级的 看到这个片子 本来是揭起了 当年高考多么不容易 坐了多少路的公共汽车 中午也吃不了饭 我记得那年高考 我是怎么过的 但是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在那个年代 我们读书这么认真 今天现在站在中国的领导 的这个高校位置上的 七七七八的有很多 我们怎么成才的 怎么成为了 今天被大学生 称为刘教授刘人的人 原因很简单 就是当年我们的老师 没有像我们今天 这帮大牌教授 这么个干法的 一会儿973 一会儿863 如果这么个淡法 我认为 浙江大学的刘教授 是留不起来的 所以多亏了 我们当年的老师 没有像今天这些 所谓大牌教授 这种留法 才造就了 我们今天所谓的 刘教授 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对不起 现在的大学生 我告诉大家 人都是这样的 见过世面了 心里就知道了 你们这些大学生 不懂得 中国大学科技界 头衔最高 叫院士 只要对年轻人来讲 国家结束青年基金 你能拿到 算你留 北大清华随便你去 人家都要挖你 你能把长江学者拿到 两个都差不多 一样的好 你能把两个都拿到 在浙大叫双枪 那不是开玩笑的 这两个都能拿到 你们 你们 你们江西省 有没有一个 我都难说 同时能拿到 在世界上能看到 这么狂热的 没有 同志们 我说的 我在部队 做的报告的语言 我为什么要问 18岁以下的 我就不讲了 我要说点痛快的话 我到部队就讲 部队的战士们就鼓掌 你们要不要讲 我眼睛看到你们校长的 你知道吗 我怕讲错了 不好 说什么呢 真的 同志们思考问题 来点批判 哪怕折磨一下 自己的爱好 也没不好 中国人现在有点问题 凡是犯了你 你就骂梁师不对的 要有点准则 你不要以为 你喜欢的东西 就不能犯 犯了老子就骂你就不对 我后面还讲 中国的人性 那我就刺激一下 哎呦我的天呐 就得了冠军了 同志们 就这么灵了 你知道吧 这咋整呢 这个事情 好了 书法也 不是书法比唱歌 比啥呢 再比点其他的吧 体育再比比吧 这啥 郑海霞 大家认识吧 我就插一个极光笔了 就插个极光笔 那头上那个 是安踏总裁 靠近郑海霞 那边那个人是 国家体委 南管中心党委书记 这个 是教育部体育师师长 最这边这个男同学 篮球名有没有 就是那个解说篮球的 徐志纯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那个穿白裤子的 就正强 正强跑那儿去干啥 外语浩劫了我们 多少中国青年学生 宝贵的时光 人家六四年没出个国 人家就不能得 诺贝尔奖了吗 谁说的 这二十年来 我们过度的 夸大了外语 在中国孩子成长 教育当中的分量 实际上是我们民族 极其不自信的 显著表现 我没有说外语不好 我就是没有外语 就没有我今天 但是我看到 中国不论是 对人才的培养的评价 还是孩子们 你们花的精力方面 我要不指出来这个问题 我说是对不起你们 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要讲 谁说的不会外语 外语不好就是文盲 你们知道谁说的吗 到今天都不知道是吧 那郑老师告诉你 给你们检举揭发一下 谁说不会外语 外语不好就是文盲 谁说的 文盲说的 本是青灯不归客 却因灼酒 变红尘